4月8日,奢侍曼、童谣、龚俊、张翰、袁洪、李泽峰等人一同现身上海 为Tiffany 2021 Blue Book高级珠宝展展台造势 活动线上明星们纷纷佩戴高级珠宝亮相 个个都是高颜值、好气质、可谓相当养眼哦 谈及今天的展览,他们也是纷纷持乎期待呢 我刚才说了,最期待的那块巴士克拉的这个帝国珠宝 因为非常贵旗 我很期待啊,因为我觉得每次来Tiffany都是享受一场视觉盛宴 对,而且听说今天还有一个镇边之宝会在这边展示 其实因为我们整个的主题是自然嘛,对 然后很想知道就是说自然就是怎么样自然跟珠宝整个的融合在一起 其实Tiffany一直很善于发掘各种不同的宝石 那我是听说今天有很多很漂亮的无彩绚烂的宝石在等大家 说起最近的当红小生,龚俊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 凭借扮演武侠剧《山河令》中温文如玉的翩翩公子《温客行》一绝 龚俊赢得了大批观众的喜爱 人气越来越高,工作也是安排得越来越迈 已经化身空中飞人的他 小颜最近出门的必备单品就是一顶棒球帽哦 同台亮相的演员李泽峰最近也是人气飙升 凭借热播剧《三十而已》和综艺《追光把哥哥》 李泽峰圈粉无数 谈及接下来的作品李泽峰坦言他不会给自己设限 各种角色都愿意去尝试 接下来快要上档的时候 我跟海星老师演的一部主旋律的 叫《阿摇篮》 很快就会在很多卫视和网络平台和大家见面 那么我其实没有太多的设定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扮演过的角色 我都想去尝试 因为这也是演员这个行业的特点 也是很吸引我的一点 就像我们的珠宝一样 还有各种各样 演员也是一样 新人辈出的当下 老牌演员们也是没有停下脚步 努力寻求着突破 摄氏曼就是有一段时间 没有再拿出新的代表作了 面对粉丝们的催促 他直呼抱歉 并表示会倾向拍一些现代戏 今年我会拍了 放心 可能应该会拍一些现代戏吧 因为之前都是古装戏 还有年代戏为主 所以期待期待 希望你们慢慢等一下 对不起啊 谢谢大家